新冠疫情如此厉害 这是最初谁都没有想到的 相比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今还在甩锅消极抗议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高度覆辙的态度在应对 并且第一时间与全世界分享疫情数据信息 同时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控制了疫情蔓延 是真正为了全球抗议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点世卫组织非常认同 进入三月在中国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的情况下 中国已经在全球疫情爆发之时 援助了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 譬如伊朗、意大利、韩国、日本等 现在中国援助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已超过100个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中国过去一个月里给世界提供了多少支持 请看外贸清单3月1日至4月4日间 中国向各国出口了38.6亿只口罩 3752万件防复服 241万个红外撤瘟仪 1.6万个扑袭机 中价达14.5亿美元 中国不但为全球抗议争取了时间 实际上控制疫情本身就是对全球最大的贡献 退款中国在这几疫情还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 只有大力的援助他国还对外出口了巨量的防疫物资 相比美国这个全球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所做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国家地位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对中国不断抹黑攻击 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也跟着附和 中国一直在呼吁中美联合抗议 你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这么回应的 他说美国欢迎中国 关于共同抗击冠状病毒的呼吁 我们敦促北京分享所有病毒数据 让国际调查组调查疫情是如何在中国爆发的 并允许公民言论自由 真正的合作需要透明度和实际行动 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看到这样的回应 你作何感想 中国为美国做了那么多 美国有感谢吗 很显然 哪怕面对中国的嗜好 美国依然不忘抹黑中国 试图甩播给中国 还什么允许公民言论自由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吹哨人 舰掌直接就被打击免职了 还被美国官方称作叛徒 甚至可能上军事法庭 美国的言论自由呢 美国的透明呢 美国的双标何其严重 甚至美国的议员提案 要向中国索赔巨款 还要中国拿只有美国的国债来抵 还有更离谱的 一家长期负责抹黑中国的 所谓非政府组织 更是失之大开口 要向中国索赔20万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6倍 而据美国中驴滩邮报 事实率报道 福罗里达州中驴滩县 伯卡拉顿市的一名 伯曼律师团队的 律师事务所 石山律宣称 对中国政府发起集体诉讼 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数十亿美元 事实上 还不止美国罗斯 据英国美律快报 无律报道 英国智库 在一份报告中宣称 新冠病毒 已经在全球感染超过100万人 这给七国集团造成了约3.2万亿 英半的巨大损失 而此前试图隐瞒疫情信息的中国 本可以减轻新冠病毒 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 该学会声称 中国违法国际卫生条例 对新冠病毒扩散不有折扰 如果通过法律途径 对中国提起诉讼 英国的索赔额可高达 3510亿英半 该报告还列举了 十种对中国提起诉讼的法律途径 涉及国际法院和禅社仲裁法院 世界卫生组织 双边投资条约 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 西方国家为什么提出如此的建议 根源上就两个 一 想甩锅 无论是美国也好 欧洲国家也罢 乃至印度等国 他们的政客都有一个心理 那就是中国抗议做得这么好 不可信不能信 必须抹黑 不能够让中国比他们更优秀 不能够让他们国家的老百姓 了解中国 看以取得的成就 做得那么好 显得他们自己是那么的无能 于是同时 他们要甩锅给中国 像特朗普 蓬佩奥一样 污蔑病毒来自中国 这一切都是他们觉得这么做 有利可图 当然 这些国家的政府 只有美国敢那么挑衅 是因为中国的国力足够强大 从他们的表现上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的城市依然停留在殖民者心态中 如果中国国家不强大 他们真的能够干出迫使中国 各地赔款的事 对于他们这些国家的心态 我们要了如指掌 二 想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如果你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国家的工业能力都不太行 包括美国和欧洲制造能力不新 产业链不完整 所以照口罩 防护衣等都无法大规模制造 产能相对于需求是倍税撤薪 所以美国纽约州的州长才说 我们连口罩 防护衣 呼吸机都造不出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特朗普才强强 强了加拿大的口罩 强了德国的口罩 同时声称 美国需要这些口罩 美国不想其他国家得到 而且美国想要的就得给 或者美国就会来硬的 特朗普还说 可以理解 为打击报复 在这种背景下 防护支援成了战略物资 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生产能力 也就是中国拥有最多的战略物资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是想用尽一切办法 从中国这里砍油 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 于是就给中国更大的压力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现实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带领下的 充领法则支援分配法 然而这里也有问题 担惊世界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如果不采取措施 大家都是一龙俱龙 一损俱损的关系 在我看来有三个理由 决定了中国也必须采取对外的救援输出 一 全世界都被疫情试虑 他国都全途陌路了 中国也不可能好 这个道理物源回音 纯困年间流民都是抢大户的 哪怕中国已经足够强大 这些国家都无法抢中国 但他们也会被美国利用 冲而与中国敌对 所以从大局上来说 我们需要进行对外进行救援输出 而且这也是我国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 不能够让其错过 二 如果全球疫情持续大爆发 我们的防控压力和成本也非常巨大 而且早晚还是会被倒灌回来 全世界的疫情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中国想完全赌上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的疫情倒灌 我们也得采取措施 然而与相关国家合作防控 保护自身安全 更何况这个防控成本的确非常之高 全球疫情越大 我们的防控成本越高 代价也同样越大 三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是全球制造业中心 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中国与全球市场是密切的连接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世界因为疫情而导致产业力崩断 中国受损将是战略性的 非常之巨大 中国每个人都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种现实也决定了 全球疫情是全人类的事 中国也得承担 不但应该承担还应该领导 此时不去主动领导 更待何时呢 那些还觉得中国可以温升发展的人 是意向天开 全球都不行了 中国的发展也必然是大受影响的 此时此刻中国必须主动而为 不能占据战略主动 而限于战略被动 所以结论很明确 那就是中国必须去救 这既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也是人类的责任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 救既然是结论 该救谁 怎么救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我认为 中国对外的救助要坚持三个原则 一 先救进 后救援 利救进 亲救援 这个远近又是个概念 一是物理距离的概念 二是国家关系远近的概念 三是战略关系的远近概念 四是交通关系的概念 对于疫情 我们一定要关注周边国家的援助 否则疫情试虐 会带来大量的难民远路 到时候控制的成本 和中国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周边的国家 应该折击救援 并且要通过疫情防控合作 来提升双边的合作关系 距离远的对中国风险小的 救援力度要落于物理距离近的 对于外交关系紧密 利益关系紧密的国家 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支持 友好国家 才是我们未来长远的支撑 反华国家 其实就是关于救援方面减分的因素 暂时可以不救 要使劲地往后放 在战略上关系紧密的国家 我们要更大力的支持 比如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我们就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救助和支持 第四个就是和中国交通关系紧密的国家 因为交通关系紧密 说明了对方经济发展好 双方经济合作关系更深 那么就应该适当多分配力量 总的来说 考量的因素是多维度的 分配是要科学合力 而不是随便给人 然后就让更多的国家向意大利学习 未来全球疫情会越来越严重 还不知道会试掠多久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要说出 看你能力是必须要做的 但该救谁 这么救是核心问题 我们看你取得成果 本来是战略主动 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战略主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